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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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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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够直下无疑 直下无疑就是说 当下直接的 没有任何怀疑 佛说到哪里 就信到哪里 所以极乐世界马上相信 所以阿弥陀佛马上相信 说你只要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成佛 我们在座这么多人 能不能大家都马上就当下相信 如果你当下相信 你是第一智慧 如果在那边信边怀疑 那还给你时间 所以辗转相信 今天听 明天听 听时间长了 那你还是有智慧的 不过不是第一 排队排到第二 第三第四 那还是有智慧的 如果说到死都不相信 我才不相信的 那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佛门里讲智慧 讲愚痴 他跟世间所讲不一样 世间说这人脑子聪明 会盘算 会算计人 这人有智慧 世之变聪 在佛门里边 你即使大字 不是一个 老太太 走路东歪西歪 没人看得起 连中午煮饭 讨多少米都搞不清楚 但是他能够相信 净土法门 这是智慧人 你是教授 你是博士 你是学者 望来一站 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 望来一坐 笔下万言 触笔成章 但是你不相信这个法门 是个愚痴的人 佛的判断就是这样 因为生死不能了 这是世间的小智 那如果我们听到极乐世界能相信 这是大事情 所以极乐世界 我们经文一开头 释迦摩尼佛就说 去此西方十万亿国土 有世界名曰极乐 七土有佛号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这个是全人类 所有众生的福音 这就是福音 天外来因 这是佛的声音 佛一一演说法 其他的声音都是噪音 砸音 世间都没有好的声音 所以 善尔大师就说 归去来 魔乡不可停 到处为无娱乐 维闻仇叹声 让我们听讲佛这样说 就能相信 这个是有智慧的 不简单 不论是凡夫还是圣人 对佛所说的话 尤其净土法门 是以养性作为根本 没有讨论的余地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思维思辨 你只有相信 没有办法 佛的境界除了性 没有别的 不是靠自己的智慧 作为有能力 所以我来靠我的智慧的 思维测度 判断 推理 那你就 这个经就进不来了 其他的经典 你还可以在里面去琢磨一下 像阿弥陀经的经典 你怎么琢磨 一开头来这句话 就给你 迎面就扑来了 铺天盖地就来了 又不讲那么多东西 就是说 去世西方十万亿国土 有世界 明月极乐 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 往西一致过十万亿的佛土 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 那里有尊佛叫阿弥陀佛 你信吧 你不信 不信就不信 信了信了就信了 这里他没有什么 说大教授就能信 老百姓就不能信 他跟你读多少书 跟你没受过教育 毫无关系 只跟一个字有关系 缘分 他为什么能相信 老太太 大字不是一个 他为什么能相信 那教授 那教授读了那么多书 写的著作等身 他为什么不能相信 缘没有道 缘分 缘很重要 佛的缘 佛缘都非常重要 那底下我们会说 所以说呢 不是以行人的质疑来论 信还是不能信 说这个人有智慧 所以他才能相信 不是这样 要反过来认识 是以这个人 他能不能信 而判断他有没有智慧 他只要能相信 净土法门 是一个有智慧的 他怀疑 甚至不相信 那是有欲吃的 所以我们说过了 佛的智慧 佛的境界 非凡所测 金极之蛙 不足以形容 我们的狭窄 鼠目寸光 不足以形容 凡夫的短浅 所以对佛这种 开阔广大的智慧 我们没有办法去思维 去思意 去采摩 去测度 所以唯信能入 只有信 信了就是你 何况这个信 也不要你花钱 就是阿弥陀佛 建立其他净土 送给我们说 你信了就是你的 你信佛念佛 就能往生成佛 所以这个法门 非常简单 非常殊胜 如果不是大善根 大福德 大一元 大智慧 大福报 他信不来 信是要有智慧的 是要有福报的 他信不来的 他怎么能信得来呢 信不来 没办法信啊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我们出门 都坐飞机 你一百年前 你叫一个人说 哎呀 你可以坐一个大铁鸟 在天上可以飞 他信得来吗 他信不来 他如果那个时候 信得来 那他是有大智慧的 他肯定对这个空气 动力学的原理 飞气的人 他都很了解 他才信得来啊 那我们能相信说 在西方 十万亿国土之外 有世界明月极乐 那我们为什么能信 就是你的心量 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你的心已经有 十万亿国土 这么开阔了 你的心跟佛的境界 已经接近 就是可以 他才相信 不然怎么能相信啊 他没办法相信的 你像城市的孩子 他根本就不知道 农村的事情 你跟他讲一些 农业的运作 他很多人信不来的 米从哪来啊 米从钢尼来的 米从店里来的 你说从地理掌 他信不来 他没有见过 那么他能信得来 他跟这个是有一种 对于研究 有很多铺垫 所以对佛的话 能信得来 我们要知道 这是很有善根的 不是一二三四五佛 众主善根 无量百千万亿佛所 众主善根 因为这个境界太高远 因为我们信的 比方净土法门 已经不是信到 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了 我们连我们这个世界 有很多 所以大限世界 无奇不有 很多事还信不来呢 何况出此世界以外 十万亿国土之外的 极乐世界 讲那些 简直是天方夜谭的平方 他信不来的 对不对 那可以理解 那么为什么信不来呢 信量没打开 他局限于自己 娇慢的很 认为我 一定什么要通过我的事 好像每一个人 都是新门检察局局长 佛经拿来通过 我新门检察局通过了 我才可以放行 不然他就不能信 那这样有什么关系呢 明信佛制 如果我们信佛所说 明信不媚 以佛制 为我们信性的来源 这样就会得到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就是 念佛成佛的利益 我们一个罪业凡夫 居然能够想到成佛 这个事情想起来 浑身都觉得颤烈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疑惑佛制 为实大利 你怀疑说 哪里有净土 哪里有极乐世界 这样你就失去了 往生成佛的大利益了 刚说了 你信阿弥陀佛 也不要交税 也不用花钱 也不要费时间 甚至也不要你拿钱 到庙里做功德 你坐在旁边 你信了就说 你这样念成佛 佛就救你 贫僧爱光明保护你 社区你不舍 不仅保你一个人 还保你一家人平安 有什么 应该一点 对一点没有要你奉献什么 全部是给你的 但是给你 只有一说 请你相信 因为如果救你 你不相信 没办法救你 所以佛是这样 彻底的慈悲 祂是在那里 虽然好像说 我们在合掌拜佛 拜托阿弥陀佛 其实是佛在合掌拜托你 说哎呀 某某众生啊 请你相信我啊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说为你好啊 我要救你啊 你要父母对儿女 不就这样吗 我的活老子啊 我的小孙子啊 我求求你了 你要相信父母 父母对子女啊 就是一片心 掏心掏肝的 我 啊 这个我们各位做父母的 我讲的这段话 你们心中应该有感受吧 特别是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听话 还有这个父母的心啊 简直是 简直都要下跪了 我得活老子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那个 五座式的众生 不听佛的话 哎呀 我哪有极的世界 阿弥陀佛都急得 给他跟你合掌了 拜托了 你要相信我 我救你啊 你在苏婆世界很苦的 六道轮回啊 如果我们活到四五岁的年龄 对佛所讲的 人生是苦这四个字 如果你还不能点头 那你这个人 那你这个人确实是 智慧太前端了 太幼稚 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苦 佛音讲特别明白 世间啊 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人人都有说不出的苦 嗯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苦 苦是觉悟的先 先导 苦能起觉 苦也是 觉悟的一个 逆真上缘 我们前几天 我们学院学生讲课 就举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说得很好 苦可以看作上天的恩赐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苦 都泡进 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红德名 六字万德红名中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好 我们的苦向谁倾诉 我们的苦怎么样才可以消除 把它泡在六字名号的伐水当中去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信 有的人就不能信呢 就在一个圆字 缘分深 你怎么讲就怎么信 缘分浅啊 你怎么讲就怎么不信 所以有的人就很怪 你说这个人啊 他明明胡说八道 旁边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他是个骗子 胡说八道 但是还就是有人跟他和我们信 他信的简直是 就是点头科老的 他怎么讲就怎么信 他们之间缘分深 你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那个邪知邪见 迷惑了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成百上千成百上千的人 百千万人都给他迷惑 他俩用缘分呢 他就没办法 那么这个缘呢 如果我们跟邪 邪委恶知识 那就麻烦了 所以一忙引重忙 相牵入火坑 那如果我们信佛菩萨 那当然就福报了 所以跟阿弥陀佛的缘深 你信呢就深 你信心深 也就说明你的智慧深 那缘分浅呢 你信心就浅 所以缘这个字 就能说明一切问题 他为什么能信佛 张三能信李四 他怎么就不信 张三他有缘呢 他佛缘很深厚啊 那李四呢 李四的缘还浅一点 所以他暂时还信不来 那这个缘呢怎么办 叫培养缘分 缘赔后了 他就能信佛所说 NAMO AMITO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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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